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我们的火车重点也就不是具体的网络和犀牛 而是5号战车和4号战车出场时 尤其在他们眼睛上的细节 因为虽然严格来说 他们都是尼雾造型的机器战车 但他们的眼睛却已经不是像弗林奇将军 或者桑西号或者梅里号头部以及眼睛那样 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物体不动的样子 而是具有突出性格特征带有眼神的 仿佛就像是火着一般的眼睛 而于伟天落实的习惯来说 等待战车的眼睛竟然已经出现了火污的特征 那既然就不是没有理由 而进一步扑持来说 这可能就表明5号战车和4号战车 就像是大妈霍米兹 或像动物性能力者的动物一般 是在某种层面上的活物 在前面比如一期海洞专题 我已经讨论北加庞克 破解物的噩魔果实能力的具体方式 而且又在两年间 对北加庞克可以预计的研究 桑西也就可能已经掌握了 和北加庞克类似的赋予物体噩魔果实的能力 这些因素可能就表明 弗兰奇制造的拥有活物一般眼睛的 5号网络战车和4号星球战车 却是用它可能已经破解的 赋予物体噩魔果实能力的技术 所亲自制造的人造动物性能力者战车 基于这一点的话 有两者所合体而成的 钢铁机器人弗兰奇将军 也就完全可能存在 潜在的动物性能力者的形态 而在进步护车来说 在619系海洞专题 我们所护车的弗兰奇将在未来 升级BF38 至BF39的新形态武器 克战就会是4号战车和5号战车 都是人造动物性能力者战车的前提下 所实现的钢铁机器能力者合体 弗兰奇将军的人手形态 好了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源 海东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